至于台北股市昨天是再创两个月来的波段新高 央行总裁彭怀南就证实了 最近有国外的主权基金会入台股 郑交所董事长薛奇更透露 外资现在持有台股市值比重已经达到34.14% 创下历史新高了 显示外资就是最近点火台北股市非常重要的推手 昨天外资也再接再厉买超台股99亿 创下这个月来最大的买超纪录 连续10个交易日都站在买超 台股神龙百尾国际资金回补台股行情火力四射 央行总裁彭怀南在立法院证实 有中东主权基金近期汇入台湾投资股市 12月以来外资净汇入金额飙上14亿美元 大约新台币407亿元 成为推升台股的主要动能 累计今年以来外资净汇入大约41亿美元 全年外资买超台股大约台币1143亿元 证交所董事长薛奇则说 外资上周五持有台股的比重达到34.14% 超越2006年34.07%的水准 创下历史新高 只要区域经济持续复苏 外资持股比重可以再提升 如果政府进一步开放入资 资金面将更加充沛 外资在12号当天继续大买台股99亿元 创下12月单日最大买超纪录 连续10天站在买方 加码最多的是友达买超11万张 红海日月光加码超过8万张 传承股当中 骗号远东新 中钢以及台泥 金融股回补台信金 开发金 富邦金 外资摩根大通证券指出 只要上证指数不跌破1949点 国际资金买盘短期内不会缩手 高盛证券亚太策略分析师刘靖金指出 全球资金宽松有利于热钱流进亚洲新兴市场 也利于流向高风险的资产 野村证券台股策略分析师王家书表示 两岸金融开放政策金融股长线社会 而金融股与指数息息相关 使得近期大盘的表现欲小不易 东彩新闻综合报道